这个女人太彪悍了 蒙面暴徒闯进她的家 对她做了非常恶劣的事 女人第一时间不是报警 而是淡定地收拾残局 接着把身体清洗干净 再去医院检查有没有感染艾滋 儿子来探望她 询问脸上的伤 女人撒谎说撞到电线干了 她换了家里所有门窗的锁 去商店买了房廊喷雾和一把斧头 第二天照常上班 女人名叫佩佩 今年53岁 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 为人强势冷酷 不太讨人喜欢 被侵犯后佩佩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 丝毫看不出她的震惊和恐惧 可以说心理素质非常强了 不仅如此 她还把这件事当面告诉了朋友们 大家劝她赶紧报警 然而佩佩拒绝了 因为她要亲自复仇 不久她在公司加班时 收到了一条骚扰短信 对方竟然知道她今天穿的什么衣服 很明显那个暴徒就是身边人 佩佩环顾公司一周 发现只有一位摄影师还在加班 但没有证据 佩佩还不能完全确定罪犯是谁 当天回家她发现有人在开车跟踪自己 于是拿着武器下楼前到那辆车旁边 用斧子砸开车窗后 举起喷雾对着歹徒果断输出 结果人下车才发现是个大乌龙 来的是前夫 因为担心佩佩的状态来关心下他 前夫自己的车坏了 开女友的车过来的 所以佩佩没认出来 佩佩依然在暗中调查暴徒的身份 结果第二天公司所有电脑上 都播放着她被恶搞的视频 有人入侵了公司的内部系统 佩佩让手下的技术员找出这个人 晚上回家佩佩发现自家门口站了很多人 对面的邻居老王告诉她 半小时前有小偷试图潜入她家 还好邻居及时阻止小偷才没有得手 老王还热心地主动帮佩佩 检查屋内有没有异常 面对邻居的善良和热情 佩佩对老王产生了一点好感 还主动邀请他们夫妇参加她的圣诞聚餐 女老板的照片被下属制作成恶搞视频 瞬间在全公司传播开来 老板让技术员暗中调查 终于有了一点线索 技术员在其中一个同事的电脑里 发现有失虐倾向的视频 但仅仅是这些还无法作为证据 老板决定亲自出击 结果在技术员的电脑里 看到了恶搞视频的工程文件 毫无疑问视频就是她制作的 但她否认是自己传播出去的 佩佩一言不合就让她脱裤子 看了看尺寸确定她不是那个罪犯 便没有追究她的责任 圣诞聚餐这天 佩佩家里来了很多亲人朋友 开始在桌底下用脚对她发起暗示 老王很快也接受到了信号 心中一阵窃喜 席间佩佩母亲站起来宣布 自己将与小她很多岁的年轻男友结婚 佩佩不禁刻薄地冷笑一声 之后母亲接受不了打击 中风晕倒 佩佩第一反应不是紧张 而是怀疑母亲又在假装 为什么佩佩会如此冷漠呢 这是源于她童年时的经历 她的父亲是一名极端狂热的宗教信徒 喜欢在每个孩子额头用手画十字架 这引起了家长们的普遍不满 父亲认为他们玷污了自己的信仰 突然精神发狂操起猎枪冲进那些人的家 将他们全都射杀了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 十岁的佩佩正光着腿在院子里烧家具 这是父亲让她做的 警察拍下现场照片并泄露给了媒体 随着谋杀案的报道 佩佩和母亲成了众矢之地 常年忍受周围人的指质点点 所以佩佩的性格才会如此扭曲 她不相信任何人 尤其是警察 这也是当初被暴徒伤害后 她却不报警的原因 母亲在救护车上用最后一丝力气 请求佩佩去监狱看望父亲 之后就去世了 但当佩佩去到监狱却被告知 父亲昨晚用床单上吊自杀了 因为父亲知道佩佩永远不会原谅她 来看望也只会当面唾骂她 果然佩佩面对父亲的尸体时 依然是鄙视的冷嘲热讽 谁让她害自己成为杀人犯的女儿 回到家佩佩发现窗户被人打开了 有人入侵过她的家 卧室床上果然有不明液体 还有电脑屏幕上的骚话留言 佩佩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因为她完全不知道是谁弄的 外面狂风大作 犹如佩佩不安的内心 此时邻居老王过来拜访 帮她一起关上门窗 此时暧昧的气息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 男人只是来帮女人关门窗 但距离的亲近让他们情不自禁地 抱在了一起 就在男人准备进一步动作时 她却逃开了 虽然佩佩有点失望 但没有停止对老王的喜欢 还用望远镜偷偷观察她 不幸的是 暴徒再次闯入佩佩的家 这次佩佩有了防备 混乱中捡起地上的剪刀 扎穿了男人的手 趁男人吃痛分神的时机 佩佩一把扯下了她的面具 结果整个人呆住 万万没想到竟是邻居老王 佩佩一脸猛逼 老王落荒而逃 因为父亲自杀的事 媒体给佩佩打电话想要采访她 佩佩言辞拒绝 结果一分神 车差点撞到前方突然出现的动物 一个急转弯后出了车祸 佩佩的腿被卡住且受伤流血了 她先后给闺蜜和前夫打电话 都没有接通 无奈之下只好求助邻居老王 男人把她救出来后 还贴心地送回家帮她包扎 空气中弥漫着尴尬又神秘的气氛 几天后老王邀请佩佩去她家吃饭 之后便把她引到了地下室 原来老王有心理障碍 必须依靠工具和强迫才能兴奋 就这样佩佩接受了她的怪癖 但是情远没有结束 公司开发的游戏卖了很多钱 佩佩大赚一笔 于是举办了一场庆功宴 家人朋友和员工们都在 期间佩佩向闺蜜兼公司合伙人坦白 自己和她丈夫的地下关系 不过现在已经结束了 因为她有了老王 闺蜜气得当场离席 老王开车送佩佩回家 佩佩神秘地说她应该得到惩罚 老王还以为是那种暗示 迫不及待地想要快点到家 老王重新戴上面具 模拟闯入的暴徒角色 佩佩挣扎着也演得很逼真 突然老王的头被人从后面 用重物狠狠砸中 竟然是佩佩回家的儿子 以为母亲遭到袭击 老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扯掉面具 不可知心地看着佩佩 然后就倒地身亡了 佩佩嘴角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转头就假装不知情地 安抚起杀了人的儿子 最后警方判定儿子是自我防卫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佩佩有意安排的 更奇葩的是 被她背叛的闺蜜离开丈夫后 也原谅了她 没办法谁让佩佩这么有魅力呢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名叫 她 由法国知名女演员于佩尔阿姨主演 是著名导演保罗 范霍文的作品 影片的悬疑感很强 剧情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还是挺好看的 但里面的价值观就不能赞同了 影片有些情节和画面很大胆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